大家好,我是MIRROR 早安 用不同的光線和角度給大家看 現在我是沒有化妝的狀態 我覺得我白了很多 大家覺不覺 真的白了很多 看上去 由於我覺得我現在的皮膚狀態 實在是太好的關係 所以要決定整條片 全程 我也要這樣掃眼的狀態 見大家 現在5月底了,韓國 其實由5月開始 慢慢變熱 所以感覺夏天真的快來了 也表示美白的時間又來了 我之前上網看到 韓國有一個最近都很大熱的系列 就是很多韓國的媒體和韓妹們 都有在討論 而最近因為韓國的 疫情方面有少少 是值得被注意的 所以也多了時間來家 為了疫情之後可以漂亮漂亮的出門 所以我也試用了 Industry濟州金骨換白無瑕系列 大概兩個星期左右 大家可以看到之前之前和現在的分別 是不是抽完 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可能不知道的 韓國美白保養的小秘密 就是大家不要以為美白只會把皮膚變白 其實有很多原因 都會令到臉看起來很暗沉 譬如臉泛紅 或者用暗瘡印 或者甚至乎生完暗瘡之後 會有那些套進去的位置 或者是色斑等等 的所有東西都會影響 整個臉看起來的顏色 我用這兩個波來做例子 大家可以看到左邊這個波 顏色會光很多 尺寸很多 而右邊這個波就會比較暗沉 黃色是比較黑一點 但其實兩個波是同一個顏色 而且陽光是同一個位置 但為什麼分別會這麼大呢 我們首先看看左邊這個波 它是一個表面非常光滑 沒有任何瑕疵 非常完美的表面 所以本身的黃色可以100%表現出來 但是看右邊這個波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有很多凹凸位 非常多瑕疵 而因為這些凹凸位做了陰影 所以整個波看起來就會比起 左邊的光滑表面的波 是暗沉和沒有光澤 大家看完這個實驗之後 是不是跟我一樣的感覺 仿然大午 知道了皮膚暗沉的原因之後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選擇一個可以全面提升皮膚質素的產品 就非常之重要了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韓國國民品牌 兼是我的外牌之一 INUS3他們最近推出了很熱門的新品 就是Brightening Pore Serum 和Brightening Pore Spot Treatment 在網上看到很多人用了四星期之後 會看到大家的毛孔收細了 同時黑色素是減少了 經醫學證實 可以有效改善到這個色素沉澱 和減少顯著的毛孔 看上去會亮白很多 和會有水潤感 所以給人的感覺皮膚會很細緻嫩滑 首先這個Brightening Pore Serum 它的主要成分是有製造到 韓拿山的金骨 是我超級喜歡吃的感覺 還有三重維他命換白配方 而且還有透明質酸 首先它的質地看上去是透明的 但是幾乎接近水狀 是一點都不會覺得黏的 所以夏天用是覺得很清爽 很快就吸收到 透明質酸可以盛載自身重量1000倍的水分 幫助幾乎全力補水 康蘭山金骨精華含有豐富的天然維他命C 可以促進細胞生生 緊致生和好 均勻提亮膚色 三重維他命換白配方 就是Industry獨家研製的 維他命B3、B5和C 可以抑制黑色素和舒緩減紅 而這個Brightening Pore Support Treatment 它有高濃度維他命C的蛋斑失伏成分 可以重點擊退色斑 滋潤蜂配方 可以阻止精華流失 保持淡化色素 質地比剛才的Serum 滋潤一點 不會覺得很黏 或者很難吸收 臉上看到有什麼瑕疵的部位 可以重點去塗就可以了 獨特支援配方 可以把養份和肌膚緊求 阻止流失重點修復局部瑕疵 最近因為經常戴口罩的關係 如果剛好戴比較細小 或者設計沒那麼好的口罩 其實這些位置 我是有機會會紅的 或者以我所知有很多人 因為戴口罩的關係 是會在口罩蓋住的 這部分的皮膚 可能會生暗瘡 或者是泛紅敏感之類的一些 戴口罩後遺症 如果用這個重點淡化精華 其實也挺有效 可以幫你減輕瑕疵 其實我自己的話 我臉也算是敏感的 通常就是鼻樑 旁邊這兩個位 和拳骨的位置會泛紅 有時候會痕癢 但是這兩個禮拜 都沒有出現過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也覺得挺好用 因為Inners3主打的是 含有天然的成分 他們這個系列 含有濟洲道 汗拿山的甘骨精華 他們用比較溫和 還有維他命的配方 所以感覺上 沒有那麼刺激皮膚 而且也不怕酸性會太刺激到 而且Inners3系列 通過皮膚科醫生的測試 證實裡面含有的維他命是非常溫和 所以無論是否敏感肌 都可以安心使用 大家看到這兩張照片 很明顯有一個分別 就是我之前的毛孔是非常粗 但是皮膚是暗沉 但是用了產品一段時間之後 很明顯毛孔收洗了很多 皮膚看起來是光滑透略 整個細緻度是更加高的 所以整個臉看起來是白很多 好 現在要你換衣服 我看到之前 我撿衣櫃短洗來的影片 很多人都說 看死你的房間 遲早會變成一個富士山 所以現在我要再次公開 我現在衣武間的 現房 很整齊 這邊還能保持 梳化很乾淨 然後袋子沒有亂 衣服就擺得很好 最重要是地上沒有衣服 這些就... 再算了 然後鏡子 之前說會買一塊鏡子 就買了這塊 Daiso 3000磅 超便宜 它是很薄的 這樣 掛在這裡 沒有負擔 然後衣櫃 之前忘記拍給大家看 那本身衣櫃是爆了 大斷洗來之後 下面這裡依然是... 我覺得很多空間 你看這裡 還有很多位置可以放 現在不知道放什麼好 之前是這樣悶的 現在沒有了 好 現在我要... 暈衣服 下雨了 但無緣無故... 真的會冷啊 真的又穿不到短袖衣服 忽然生氣了 我看到有些留言說 為什麼好像穿來穿去 經常都是那幾款的衣服呢 就是因為最近迷上了穿Hoodie的關係 因為Hoodie經常太方便 你這樣套一套就可以出街 這半年基本上我都會維持 一個輕便休閒風 雖然踏入5月開始變熱了 但是天氣都很不穩定 好像今天這樣 忽然下雨 所以今天應該都會很冷 所以我應該要穿一件衣服 厚一點的衣服 我的短袖衣服 我下面的短袖衣服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再穿 所以最近還是非常喜愛這個Hoodie風 而且因為我現在的頭還是綠綠的 所以如果穿其他 有太多顏色的衣服的話 會撞色 所以我最近還是穿黑白灰的衣服 現在這件也有點綠綠的 等一下我要出去拍人 因為家裡沒有拍人機 所以先化妝 順便要有人吃飯 上妝之前就會用這個 Brightening Pore Priming Cream 因為它有油膠效果 所以可以修飾毛孔 而且它也算是挺容易吸收 好香啊 濟州道的橙味 我很想去濟州道 這個cream也是早晚可以塗的 雖然現在正在下雨 但是呢 都不可以剃小紫外線 都一樣要做好防曬 所以呢 現在先塗好防曬 Daily Mars Sunscreen 這個是物理防曬 可以直接反射紫外線 而且質感很薄很透 所以塗上我覺得很舒服 基本上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好像塗cream一樣 然後就可以直接上底妝 認真真的從來沒有笑 在更衣室裡 可以拍到片 可以作為背景拍片 我現在真的很感動 最近其實呢 我剪了 自從剪了這個短髮之後 對我來說是短髮 然後我就很少弄亂 這個長度呢 我覺得一直頭髮會比較好看 看起來會比較同眼 比較容易打理一點的 雖然今天下雨 頭髮其實怎麼剪呢 都是會 都是會 撻下來的 但是 都稍微夾一夾 不知道為什麼最近這些頭髮呢 比較容易控制了 因為之前跟大家說過 我要整直頭髮 是難過正弯髮的嘛 現在這樣去把頭髮拉直呢 我所需要的時間是真的 超級短 如果直髮的話呢 其實我比較少 就這樣繩頭髮出街的 我多數都會是 雜邊啦 或者是可能 戴帽子 這樣 因為有修飾 所以不需要弄得 最重要呢 整個頭髮就是 髮的頭髮的根部位置 還有 刀海 但是剛才 但是現在還在下雨 好濕啊 所以應該都會很快 撻下來 就是之前呢 在香港或者台灣的時候 出門口前呢 非常好心情的 整個頭髮 誰知出門口五分鐘之後 它又完全直到 真的 超級無奈 我覺得呢 我的飲食習慣呢 也有改變不少 因為現在我家呢 就會長期有這個 蕃茄仔 對 我之前一直都強調 超好吃的蕃茄仔 還有呢 親愛的 Kamgyul Kamgyul 其實如果它翻成 中文就是 金骨 這個尺寸其實是不是金呢 不知道 但是因為真的超級甜 超級多 其實韓國呢 Kamgyul 只有冬天才沒有當做 所以冬天呢 可以經常都很容易買到 其實我本身就很喜歡吃橙類的東西 因為橙啊 或者奇異果這些東西呢 都是有很豐富的維他命C 所以其實對美白呢 也有幫助的 吃多一點這些天然的食品呢 其實不多不少都會對皮膚的美白有幫助 Shit 吃橙是不應該穿白衣 超級多汁 超級多汁 水果來說呢 蘋果呢 我會需要很多時間 很久 很長時間才能吃完 其實譬如這個呢 我一天裡面可以吃三至四個 對 但是吃得太多是不好的 因為 始終它也會太甜 它也挺夜淡的 如果吃得太多的話 但這一袋的 其實我可能 兩三個就可以KO了 不過我有聽到其他減肥的人說 減肥的時候最好不要吃那麼多水果 因為水果有果糖 那始終水果是健康的食物 所以 現在就是適當地吃 我會覺得我將這個橙榨汁 會比我喝外面的飲料很多倍 大排檔 大排檔 剩下香風 那是 Panye wa Site的時候沒有送還不肥的嗎 是 USB 那是 PC酒吧 Fanye 我先找一個 私的餐廳 超級車rey 超級車來了 不可 香港的方程很分別吧 我不能去韩国 韩国人是很不错的 很危险的感觉 所以我一直有这种感觉 我只想要试试 我只想要试试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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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吃 是吗 我就回家了 先下个妆子 我想说 其实我真的从来没有试试过去PC班 即是网吧 我在香港其实都是去过一两次 在中学的时候 网吧给我的感觉是 挺浓舌混雜 然后很多人沉迷打机 非常烟烟瘴气 那时候的网吧 不知道可能是我刚好那间可以吃烟 所以那时候我十多岁 所以那时候网吧给我的感觉就不太好 那我一直都有这个印象 所以来到韩国之后 大家常常都会说 去PC班打机 或者PC班上网 或者上大学的时候 你要抢课 我就一直都觉得 其实韩国的PC班 是不是和我所知的网吧 会有点不同呢 但是我就一直都没有 特别想去看一下 所以今天就是我人生第一次去韩国PC班 我觉得整个印象的感觉 是非常之不错 我是完全对PC班 这个东西是有改观的 因为我之前还在想 如果我常常都在印东西 或者印东西 我不是应该自己买好机 回来会好一点呢 那我就不用故意去付钱 但是其实刚才我去PC班 我去Print彩色 都是一千万一张 然后整个地方的感觉 都是很健康的 所以我觉得以后 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 我就直接去PC班就可以了 然后又吃了好吃的香港菜 如果大家还不知道它在哪里 它就在延南洞3号出口 它叫做香港大排档 现在改了名字 因为它们转了手 但是韩文可能还是冷虚碰的 所以如果在韩国的香港朋友 如果大家都是不知道 可以试一下 我想说真的 自从他们换了老品之后 我才知道原来韩国 是有这么多的香港人了 我觉得这家店 簡直是把韩国所有香港人都引出来 因为实在太好吃了 不要忘记 Inners3这个Brightening Pore系列 是要早晚都用的 所以呢 现在就来擦一擦 然后睡觉之前 我再用了这个Brightening Pore Sleeping Mask 塗完之后可以让皮肤看上去 亮很多 有一个自然的光泽感 它的质地是有点啫喱状的 那它里面是会有一些 保湿的珍珠胶囊 看不看到有一些粒粒的 白色点点 就可以补充一天里面流失的水分 让皮肤就不会因为干粗 而有一些色斑 或者是爆瘡的问题 不需要塗太厚的 薄薄的 塗一层 就可以了 而在影片的最后 有一个特别的offer 给大家 那么我观众呢 就可以在香港tvmall上 买到innisfree 五一自己一围设 里面有Brightening Pore Serum 和Pore Corrector 再加震品 震品包括织周金吉 换白磨下系列 其他质品的travel size 加上innisfree的王牌质品 和一个pouch 用459元就可以买到 价值港币948元的质品 和震品 几乎买一送一了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趁这个机会 就快点在香港tvmall 快点买回来啦 好啦 现在我就要去睡觉了 多谢观看 下期视频再见 Bye